撒谎 你以前说 你很讨厌他 你根本就不爱他 那 这这 以前是这样的 那以前是以前 我以前也觉得好像是 挺讨厌他的 这段时间我又觉得 我好像还是爱着他 那也许啊 也许是 因为有孩子了 我 我不是说那个 你为他好啊 所以 你把我的照片 又换成他们了 盛丹 我跟你说啊 我觉得这爱情 虽然是美好的 但是是短暂的 这亲情跟责任 才是有好 你给我说报告 别让你 你别这样啊 你别让让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能见你 就说明我有诚意 给你解决这个问题 你要这样 当然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 我不答应 我不要分手 我求你 不要离开我 你听我跟你说呀 我跟你说 你开那车 我就送你了 另外 我再给你十万块钱 你出于旅旅游 散散心 十万块钱 郑铭 你也太小瞧人了吧 我跟了你三年了 我三年的青春 就是这么点钱吗 据我了解 这三年 都光跟着我吧 活蛋 你还侮辱人 行行行 行 你自己干得自己清楚啊 说个数吧 咱们俩啊 彻底了断 好 五十万 你狮子呀 口那么大 四十万 十五万 三十万 十六万 二十万 你要再讨价还价 你就不是个男人 行 二十万 车 你给我留下 你 你还是人吗你 要不要 你是人吗 在这儿等着吧 别进来了 吃吧 说你开走吧 拿着呀 笨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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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分钱也别想拿走 以为我稀罕你的钱呢 你到底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了 至于吗 我只不过犯了一个错而已 不影响根本的 我就这一次而已 你就不依不饶的 放下来 你必要离婚 你是何居心啊 我平常对你怎么样 我到底对你怎么样 你自己应该知道了吧 我不说别的 你看你这事 你这事行动 晃得我 晃得我眼都晕 你看 你看你的耳盘 你那项链 你那钻线 你那手表 你光这几样这几百万 这衣服 你的一柜子的衣服 名牌包 我自己呢 我有什么 我不亏待你 你还有个不知足的 我告诉你我什么不知足的 我告诉你我全都还给你 全都还给你 你以为我稀罕这些名牌东西啊 你以为我跟你在一起 去涂了这个呀 我对你的爱 对孩子的爱 对这个家的付出 能用这些东西来抵押 好 那你一个人守着这个家 守着房子 守着珠宝 你一个人过吧 好 那这蘑菇可不能随便采奥 说不定是有毒的 哦 知道了 今天在学校乖不乖 乖 好孩子 妈 上车 爸爸 老婆进去放学了 妈 怎么的 有事吗 是 是这样 这个上回程程跟我说了 天生最近挺困难的 她跟程程一直挤在您这儿 这是我们家事 不劳你费机 我 我不是多管闲事 这 这不还有孩子吗 还有虫子吗 我这两万块钱 我们已经不是一家人了 不能用你的钱 这虫生的抚养费啊 我得管 在这么长时间了 我一直没给她 心里有点 妈 你拿着吧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给天真呢 天真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饿死都不提供她主 她能要吗 你说你 天真跟了你那么多年 最后就让她净身出户 这想到这儿我就气不打一出来 我 我本意不是让她净身出户 我根本就不想离婚 她非要闹着离 我不管你们是为什么 总之是你对她不地道 既然这钱是给重重的生活费 那我就不客气了 我替天真先收下了 重重 来 跟姥姥走 爸 你先来坐会儿吧 来 来 那 我不去了 你跟姥姥回去吧 对啊 你让姥姥进来吧 来 春春 小爸爸给妈妈打电话啊 嗯 爸爸感谢 啊 听话 这钱您是什么意思啊 这陈铭给的 说是给重重的抚养费 你说 这太阳是不是从西边出来了 您跟她说我跟现实结婚了 我跟她说得着嘛 这也是她应该付的 我觉得吧 你应该把这钱收下 两个人的孩子 没有一个人养的道理 除非她不想让重重叫她爸爸了 行 我打个电话问问她啊 喂 喂 程铭啊 你送来两万块钱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啊 给了你钱你又叽叽歪歪 你想干什么 我觉得你没安好心 悲哀呀 我们两个的悲哀 没有心 好 我告诉你 对 我是在刷新院的 我有自己的主意 我给你钱 我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孩子要回来 怎么着 你在哪儿 管不着你啊 你到底在哪儿 我告诉你 我的家呢 怎么能也来找我 爸 妈 如果以后程铭送来任何的钱 或者东西 没有我的允许 我请你们不要收下 如果重重需要什么 我会去跟他要的 可是我不允许 是以这种方式送过来 天真啊 天真 我还钱去